十万名做主的门徒是每个基督徒从主耶稣领受的使命呼召 2022年,主耶稣将我带到当年福音事工的中心 教会蓬勃兴盛之地,如今却成为基督福音的荒漠和异教之地的土耳其 在那里,圣灵引导我看见福音的需要和契机 看见复兴之火将在亚西亚地区重新燃起 蒙神的感动和带领,开录者国际传播协会与提摩泰国际门讯事工TIDT 携手制作了看见土耳其重返亚西亚的系列节目 共同推动这个跨文化福音事工的意向 求主使用我们21世纪的华人教会和基督徒 积极参与和推动跨文化宣教 愿基督的福音重返亚西亚,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两个字可以总结,超正 绝对只会票价 两个字,无非 读多少的那个华学,不如去土耳其 跨文化宣教体验之看见土耳其 不是一个单纯的旅游项目 乃是将圣经培训 跨文化宣教体验和旅游观光 寻踪探索融为一体的旨在推动跨文化宣教的事工 结束了九天八夜的启示录七教会探索之旅 我们搭乘内陆航班从士梅拿飞回到伊斯坦布尔 第二天我们就开始了为期三天的跨文化宣教事工的实地体验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跨文化穆斯林的福音工作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我们对这项事工没有任何的经验 甚至我们对穆斯林文化和回教徒都有着一种错误的观点和看法 或许这些错误的观点和看法 才是我们在推动跨文化福音工作的时候 首先要面对和跨越的障碍 在出发前 大家对土耳其对穆斯林都有着不同的认识或者是感受 我知道像穆斯林宣教是一个不太容易的事情 他们的回教徒是很虔诚的 他们对信仰是非常认真的 所以向他们传福音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在出发之前 很坦白说 对穆斯林是有怀疑 甚至乎有些恐惧 因为听到负面的消息和新闻实在很多 不过今次去完之后 我会用四个字来形容 就是刮目伤害 说到土耳其 特别是穆斯林 也是一样 觉得他们是一个回教国家 与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两个是遥不可及 当然是他们有很虔诚的一面 但是他们不吃猪肉 我们又不是不吃猪肉的 这两样东西 我们就会有很大的相差 整个的行程 我觉得 比我以前觉得 穆斯林 很遥不可及 但是当我们真的拍着胸口出去的时候 我们早上又经过讨告 出到去 原来他们都很友善 很有亲和力 觉得那些男人都比较老粗一些 不太太骚扰 就是这样的感觉 女孩子就是很神秘的 风到含含含含含含含 跟他们聊天 感觉上 未去之前觉得 很小心一些话题 有些东西不能斗 有些东西不能说 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我的体会就是 神给我很爱惜我 听我们的祖族祷 我们是战经的 不知道怎么打开话题 但是给我们一个很甜的经历 是经历到这些 我不觉得我会再害怕 很多年前我去过埃及开会 对穆斯林是用那个印象 也认为小心点说话 小心点跟他们接触 如果你问我土耳其 我就觉得大家格格不入 但是去到那里 你觉得很容易交朋友 我是受到这些新闻影响 以为那些人是激进分子 很恶死 但去到那里又不是这样 尤其是我们那天 出到去 看到人有多优善 去了那边以后 发现真的是土耳其不是土 我看他们的人 现在的人也很少人 真的把围巾围起来 黑的围巾或怎么样 是有但是很少 我还没去之前 我觉得土耳其好像很小的地方 我没想到有这么大的地方 那穆斯林的时候 我觉得去到 不是个个都是包头 看不到他的样子那些 跨文化宣教体验的科目 是接触和认识 穆斯林朋友 并邀请他们参加我们在第二天 半晚举办的这个聚餐 跨文化宣教体验的第二天一大早 团员们就被分成了五组 经过短暂的灵修和祷告之后就出发了 他们被分配到不同的地点 但是却带来美好的 奇妙的感人的经历和见证 精彩无比 那我们出发的时候就有三样东西拿着 就是大姨姊妹教我们 就是说 Mahaba 就是说Hello Nachicin How are you 就是你怎么样 还有Dawa 就是祈祷 那我们就拿着这三句 就出去闯导江湖 我们那一组好像比较困难一点 因为我们是在走在街头上 不像他们在墨里面 到店面就可以了 所以必须要有很大的勇气 走去像单独的一个人 或者一群人 去向他们打开话夹子 讲话先认识朋友 所以比较难 穆斯林这些朋友们是非常友善的 特别对我们的好像也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外国人 是一个游客来的 他们也感到很很新奇 所以慢慢的我们就可以有了交谈 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 我相信我是不会忘掉 要踏出去的那天早上 在一起领修 不是就领修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 在我们踏出去之前 神在跟我们说什么话 那个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 我们就必得着能力 得着能力以后是怎么样呢 说方言了嘛 说别国的话 刚好我们就学了那么几句土耳其的问候语 我们就要开始用土耳其话跟他们问安 一开始用土耳其话跟他们问安的时候 他们就马上一个大的笑脸出来了 我们就上前去跟第一个站在他店门口的那个最近的 开始跟他说 马拉巴哈 他就笑了 我说你很漂亮 我就拿了那个我们那个手册 上面有个地图 说我们去玩了这些地方了 我们后天就要走了 土耳其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是个神祝福的地方 第一世纪的时候就选了这个地方 要祝福这个地方的人 在这地方建了所有的教会 我说神爱你们 你们在土耳其的地震 我们在没有来之前 我们听说了 我们为你们祷告 我们为你们流泪 我说 我们现在来了 希望把神的祝福带给你们 他们听了就很感动 我说你们要得到神的祝福 神必须住在你们心里 我说你们有什么要我祷告的吗 你叫什么名字 我拿了一个小纸 叫他写下来 我说我可以为你祷告 他写下来一个 然后他就再写 再写 再写 翻一张纸 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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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写了好多名字 他要我一一地为他祷告 那是他家里的人 我哭了 他们也哭了 我就抱在一起 我说神爱你们 神爱这片土地 要让神住在你们心里 才可以得到神的祝福 因为我们的语言非常有限 我们去过广场 也有很多游客的地方 最初我们能够做 就是人家当我们是游客 我又当人家是游客 我们就主动去帮别人拍照片 但是你怎样能够跟他们接触呢 对我们这一组人来说不容易 我们去了以前已经想过 我想了 每一个团友都会想到 我有这一套还是那一套的工具 从教会里头还是多年来学的 怎么样子的 不过去到的那个场所 还有去到的那个地方 都好像用不上 尤其是我们 其实当初 带到我去那里 我已经十五十六 我说我怎样做呢 我怎样帮着福音找人呢 死就死了 我用我的技巧 以前我是客人服务 然后我做过 用我的技巧 去接触那位 危险或者男士 我问用我的经验 帮他开头帕 问你这里有什么好吃的 开了开头帕 而心进去交通 其实对我最大的得着就是 我很久没有这么勇猛过了 所以对时候要深呼吸一口气 冲一下 我们有时候 我都会笑 你太过前勇后勇 但是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些神勇 真的要深呼吸一口气出去 为神去做一些 所以向前冲 我那种的热成 不是计较有多少人 不是计较有多少的结果 我也是纯粹为了神 我向前 每天早上我们都有一起祷告 也为着看了神的话 然后我们一起祷告 为着这一天我们要出去做工了 那我们就真的求神帮助我们 给我们力量 有点担心 因为我们看的人 我们只会讲那三句话 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家交往 那尤其他们带我们到一个大漠的那边去 那虽然语言都不通 然后又不认得 但是神在做工 神给我们机会跟他们分享 那所以我们觉得传福音 不是靠我们自己 那神会做工 只要我们愿意 神都会帮助我们 我们离远走过公园 见到一群有七八个女孩 在这里好像在庆祝一些东西 那我们就走过去 说不定要学一下保罗 做一个讲道 那我们就倒胆粗粗地走过去 因为在最后那两天 在最后那两天 我们就是要被派出去 去接触那些土耳其人 那因为支持我们自己本身 就已经对他们有一种很陌生的感觉 又不懂画 那怎么出去跟他们去接触呢 而我们又不可以跟他们说福音 但是我们第一天早上出发之前 在当地的童工就教了我们有三句土耳其 向他们打招呼的土耳其画 第一句说的时候 马哈巴 他们就会被你一个惊讶 咦 怎样要说这一句 他们就会说一样 当你说第二句 其实画盒就开始开始来了 那我走过去跟他们打招呼 这六个大学生来的就看着我们 我们又是用土耳其画 原来知道他们当天其中有一个大学生 是生日的 哇 立即打蛇取军伤 跟他唱过 唱英文歌 用中文又唱 还要用我们中国传统的调 跟他唱 他们觉得很奇怪 英文歌他懂 但是用中国调 他们就一直拍手开心得不得了 祝你生生快乐 Edmar Edmar 其中有一个女孩 就还问我们 邀请我们可不可以跟他一起跳舞 那我们 哇 这么难得的机会 那当然答应 就算会不会跳也好 出去就围圈 不一直在那儿跳 而我们的同工就跟他们拍下所有的东西 然后我们当然是不错过机会 就跟他聊天 问他你第二晚有没有空来 参加我们的聚会 他们就合作了 然后我们离开之前 还送了一个很大的蛋糕给我们 那我们还拍了一张照片 我们抹大口来表示了我们是吃了他的蛋糕 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神的供应 让我们可以去到一个公园看到这个 这样的情景非常之开心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在公园那六个女孩 其中一个 她在第二晚真的来了聚会 你说是不是多惊奇呢 所以你说到这个跨文化 原来真的不是不行的 原来真的凭着信心 原来神就给我们有这些这样的成果 跨文化宣教体验的第三天 团员们还是按照五组的编制 分头去采购一些物资 精心预备当天的晚餐 对于团员们来说 预备饭时并不困难 而最大的挑战是 预备了这么一大桌丰盛的这个饭菜 但是那些布斯林朋友 他们会来吗 我们把这个第二天要吃饭的邀请 是对大家邀请的 后来我们要临走之前 这个19岁的这个会讲英文的女孩子 跑来告诉我 她说 I'll come tomorrow 她告诉我她要来 I will be there 所以我就很高兴 可惜她没有来 在巴士上通道的一个 从埃及来的 她说她愿意 但是我心想太快了 因为我们上班才讲几句话 大家讲了一下 邀请她很开心 可能回家跟先生一讲 可能人家就说 不要去 陌生人 所以她没来 第一天出去邀请人来 都可以做到的 不是这么难的 但是第二天 如果希望这些人来 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话题 为什么呢 或者我们在大城市居住 其实伊斯坦普特浩大城市 我不觉得有很大 跟我们在美国的大城市 没有什么分别 就是我们也有一个 自我保护的保护傘 我们可以对人很热成 很开放 但是始终有一个保留 有一个距离 我就很难相信这些人会来的吗 男生都说我没什么所谓 那里有个派对 我去吧 女生都来 我就真的觉得非常难明白了 已经不害怕了吗 因为你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那天我就觉得 哪里会有人来的 但原来我掉了眼镜 原来真的有 除了男之外 还有几位 他们刚刚认识的女士来 当时我自己也不想得到 刚才我和您说的那位姐妹会来 突然之间 我本地的童工 说拍摄我的肩膀 很紧张 推我出去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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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什么来就来了 原来她说 有一个女士 就打了电话给她 现在在街口 她要去接她 很开心 终于上来的时候 在那晚 我记得起码有20多人在 那派对 除了我们这一组 其他那几组 他们做的送菜都很丰富 但是当晚这个聚会 除了我这位新朋友的话 我都见到有很多 之前 其他那组的请他来的 都来了 我觉得我们真的那晚 圣灵感动我们 如果不是神的供应 我们根本就不能夸到那大步 你想想我们未去土耳其 都没有想过我要去 传福音 和接触那些土耳其人 还要说不懂的话 怎么说 我回来看过那些土耳其 他们的那些语言 我觉得很难学 有一个地铁派对 很开心 看到真的有那么多人来 我不敢想象 前一天 邀请的 他们都来了 有些没有 但是有很多人来了 然后他们也愿意 跟我们一起吃这些餐 我想这个餐 我不知道 就是联合国的餐吧 各国的东西都有 那个女生也很肯开放 再继续继续回教会 在大家给此信息里面 知道 那个字没有告诉我们 说不定 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 土耳其所揭的果子 阿门 感谢神 有意义的 因为你会体会到 其实宣教 或者我们去做这些福音工作也好 不是你 即是 one time shop 一次就可以丰收 我们现今来说 我们很容易 都是用这种方式 来去理解宣教 去理解传福音 去理解教会的事工 土耳其福音的门 是不是真的打开了 为什么他们会 那么毫无戒心去做 不是他们来不来的问题 而是给我们这一帮人 有一个汉建就是 扣门 就为你开门 如果土耳其这个福音之门 是打开的话 我们就可以进去 我们就可以做全福音的工作 但比我觉得门真的打开 短短几天的体验和经历 让我们有极大的突破和跨越 以往 面对跨文化福音工作 我们常常因为 自认为对穆斯林世界的了解不多 语言不通 经验不足等等顾虑 而瞻前顾后 举步维艰 甚至是产生莫名的惧怕 然而 当我们有一个愿意 跨越的心智 再加上对主耶稣的信心 和对圣灵的倚靠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跨出这 荣美的一步 参与到跨文化的福音工作中去 脚踏实地地 回应主耶稣 给予我们的使命 就是将福音传到地极 其实 主耶稣从来不问你 能不能将福音传到地极 他只是在问你 愿不愿意 你若愿意 主的灵必将能力赐给你 你愿意吗 精彩还将继续 请留意观看下一集 使命